这么不要脸 你咋的好看啊 我刚才你买的看是90号你知道吗 我愿意你不要把90号的影响 我粗鲁 我粗鲁 这么不要脸 视频中一位大妈怒骂一名年轻女孩 言语十分粗鲁 最后甚至还演变成了一几只利弄骂众人 据了解 事情发生在某高铁上 中年大妈的位置在两个座位的中间 而年轻女孩的座位在靠近窗户的位置 女孩看大妈丝毫没有让她的意思 就试图从她的腿上跨过去 就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 直接点燃了大妈的怒火 开始了她的第一轮攻击 大妈急不情愿地拿开了行李 等女孩坐下之后 就开始不停地对她指责和攻击 虽然女孩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但是大妈还是喋喋不休 甚至开始嘲讽起了整个九龄后群体 这也让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起了这位大妈 而她却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乘客 50岁大妈在高铁弄骂年轻女孩 甚至还把攻击范围蔓延到了九龄后这个群体 这马上引起了周围乘客的不满 但是大妈直接表示你的随便度 我根本不带怕了 乘务员赶到后只能尽量地安抚大妈 但是大家的忍让大妈并不领情 她反而越发地嚣张 叫骂声不但没有停止 声音还越来越大 甚至开始主动找乘客的事了 她感觉谁替这个女孩说话 谁就得罪了她 大妈直接怒吼道 我跟你认识吗 需要你来多管闲事吗 我这么大的年纪 还需要你的小年轻来说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她直接委屈地跟乘务员说 这个小伙子就是在欺负她 最后甚至还把问题上升到了 南方人和北方人 你觉得我是女的我好欺负是不是 你南方人咋的呀 你南方人你就欺负女的是不是 你也就能发个朋友圈 还拿个烂匕手 她干嘛就是穷人 50岁大妈高铁上怒骂年轻女孩 乘客看不下去帮忙说话 却也遭到大妈怒骂 只要是帮女孩说过一句话的 一个也没能逃过 她甚至还觉得是自己受到了冒犯 她骂女孩就是应该的 别人根本管不着 她直接理直气重地表示 人家挨骂的都没说法 要你们这几个人站出来干什么 不就是没事找骂吗 还跟我俩玩这套子吗 我跟她是有你俩啥 就你俩 公共场合怎么的了 公共场合我跟你有关系吗 冷无可忍的乘客只能报了警 最终大妈因为扰乱公共交通秩序 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小编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出门在外 最起码要做一个文明有素质的人 不能放纵自己随便乱骂人 而且就算跟别人产生了矛盾 也不应该把事情上升到地域高度 因为你根本代表不了一个地方的人 那么不知道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吗